電子設備發出的藍光具有高能量 可能損壞眼睛的脆弱組織 藍光可以通過眼睛到達視網膜 視網膜是將光轉換為視力信號的神經元集合 大家會將睡眠不足和眼睛受損的原因歸咎於此 就改善睡眠而言 僅消除藍光並不能削減它 真正起作用的方法是睡前關閉電子設備 即使在臥室外面看著屏幕 也要盡量降低亮度 眼睛疲勞的原因多數是 大家盯著螢幕來看 這樣會讓眨眼率從每分鐘12次眨眼 眨降至6次 造成眼淚從眼中蒸發 直到再次眨眼 眼淚才會再次積聚 這樣會導致眼睛表面發炎 因此尤哈斯建議它的患者 採取兩個步驟 以確保在長時間的面對電腦過程中 讓眼睛保持濕潤 首先 遵循20、20、20的規則 美國嚴光師協會 將這個規則定義為 每20分鐘休息20秒 以觀察距離20英尺的物體 其次在長時間使用電腦之前 可以使用潤滑性的眼藥水 這樣將增強人體的自然濾液 並洗眼睛的表面保持濕潤 尤哈斯建議不要將錢 浪費在不需要的防藍光產品上 相反 請將屏幕放在臥室外面 在睡前將它們調暗 並保持眼睛潤滑 而且不要忘記斬眼 攀裘電腦 用電腦筒 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